走吧 我们到从化去看看建材去 今天上午呢 师傅来了 看了 然后是漏血肿 还挺严重 所以师傅认为就没有维修的必要了 他就坚决不要这种挂机 因为你要是整个换新 你全部天花板要打 然后又要五万块 这是换新的一个方案 对吧 你要是不换 你去修 你修多少钱 你不知道能修得好 他第一次给你报三万 现在能修多少钱 能修得好 还不知道 两万块钱 去三万多块钱 你买了 再挂十了 还有两万多块钱 两万块钱 然后我们这个中央空调 十几年前的了 很耗电 以后用起来 它的日常 用起来会比现在的新中央空调 你小心说 十几个中央空调 它十几年前的技术了 好不好 它再是日历的 为什么人家要更新换代 为什么人家要更新换代 这是两个空调的 都是十几年前的 不是个网络产品 一年两年更新换代 还是有新的研发出来 是不是 差不多 这都是新的 刚刚老子子比以前 这个新子子还好低 低的 包括低的 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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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它能效 肯定没有现在新的好 能效 你不要究竟哪个两个典费 典费不得要好多钱 那是不是一天两天 那是常年累月使用的 他们每年费用在那里 我就担心这个 我的担心是两点哈 一是多少钱能修好 你如果花个两万块钱还修不好 那有必要修吗 第二就是以后的使用起来那个费用高 兵哥坚确不要挂机 现在我们俩就发生了争执 你去个钱啊 去个买鞋子的呀 你油肝要油口 油肝要哪里 你就自己买的五零个鞋子了 对吧 有五零个有便利 有好有低 回去回去回去就这个鞋子都小过了 可以啊 你意思是你自己买的五零个鞋子了 也可以 走吧 去看看去吧 所以现在我们俩最大的纠结就是这个 空调 中央空调的事情 倒重画了 先来看看木材 老板 那去拿这个颜色吧 这个做什么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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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槟这个是吧 对对对 香槟看 能不能给一带给我 可以啊 那我就拿这个吧 那我跟他做这个 再来这个商场里面看看门 门就要选好一些的 你如果是这个小边树应该很多地方可以装 村子装的很难看的 那是 再来挑一下浴缸 再来看看门 入门的话在那边 这是卫生间门 你可以看一下 入门的话在这边你可以过来 对 现在这边去 这边 沙比利屋门在这边 哦 这个就是沙比利的是吧 对 这是沙比利原屋门 钢果沙比利 正宗的钢果沙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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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钱 4些多 看你具体看你要什么款式 这个是它 它木门它的价格比较贵一点 然后普通的呢就便宜 直接升级到最后的 就是3680 行就做不行 我就没办法 再来看一下木地板 对 这个是多少钱 多少钱 多少钱 对 它这个气包中备20点了 它就是游泳 面皮就是游泳 很薄很薄的在游泳 现在下午的5点50 逛了很久 中午没睡觉 特意出去逛了 将近有5个小时 也看了很多东西 浴缸 然后那个木地板 还有木门 还有那个 又想不起来了 哈哈哈 反正看了很多很多 唯一满意的就是那个木门 当场就下定了 全额订款的付款的 那个木地板吗 有点超出我的预算了 等一下我们去网上去看一下 再说 还有那个浴缸啊 我在网上明明看到这5000块钱左右的 他这里说要8000块钱 同样的款式 同样的牌子 所以我们决定还是在网上看 这两万多的三万了 就是一个浴缸上配的水龙头 你们能想象吗 我以前到人家家看到一个浴缸贵 我从来没想到人家一个水龙头 都要两三万块 他比浴缸贵多了 是不是 雨缸一几万块块也打完了 但刚才今天我们看到他浴缸 你都没问他浴缸的价钱好吧 一般的浴缸他都没有那个有1万多的2万的 在网上我都看到很多的 反正我就被那个水龙头给惊吓到了 2万多 2万多3万块钱 对了还有一件大石就是我们的空调 刚才我们去卖空调的地方也了解了一下 3.3公里 如果我们再换整套的大金的中央空调 是需要10万块的 所以现在你知道我们是维修有多便宜了吧 我知道了 关键是还是担心他能不能修的好 人家最多也就3万块钱全包的 都不管你那些的 我故事都不用那么多 肯定不用那么多 3万块钱 再用你想一想日历的中央空调 你别想跟那些什么美迪的 那些只是开发商用的都是好东西给我们的 你知道吧 我现在包括那个两个浴缸 你想一下我们有一个两个浴缸 加那些全套那个卫浴都是可乐的 我现在才知道它有多贵 你看那水龙头都那么贵了对不对 我们两个浴缸就这样扔到不见了 那个两个浴缸最低都要2-3万块钱 可能都不止 可能不止 因为当时我们室内一个露台上一个 两个浴缸的 只有我们去买的时候才知道心痛 才知道多少钱 所以还是要多出去 长见识 了解行情 才不会拿着宝贝当垃圾丢了 所以空调呢 明天销售人员就再上门看一下实际情况 看能不能用不影响美观的情况下用挂机 还有就是一个热水器的问题 现在是考虑用燃气的还是用空气能 明天销售一起上门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我也想赶快结束用热的快的日子 装修真的是一件心理憔悴的事情 特别是像现在这种拆旧换新 今天把这里全部已经清出去了 剩下的地板下次再清 师傅们也已经下班了 今天只有两个师傅上班 整整一天都在处理这两面墙 他昨天跟我讲的时候说一天都处理不完 我还不相信 现在看到了 明天估计还要大半天 这个真的太难了 是一点一点的凿出来的 你看到没有